万万没想到啊 我竟然靠补位补出了一个全国50强流善 今天不是周一发飙吗 我选手咋还两个小国标 一看 哈 流善 还是50强的小国 然后我又瞅一瞅流善的战力榜 好家伙 就我流善目前现在的战力 只要再把排位表现打满 我直接就是全国第五流善了 这真是无心插流流成音 不过上次有期视频 我不是说流善这英雄本来就不弱 竟然还加强了吗 现在我收回这句话 流善这英雄在顶着局的表现确实是一般般 你们看我的战绩就知道了 在巅峰赛全国前一天的队局里 大部分队局都是有牌子或者MVP的 按道理来讲 到我这个熟练度了 胜率应该不会低 但我流善的胜率实际才50左右 通过这段时间玩流善的感受下来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他弱了 首先就是他不弱 流善的三个技能和被动全部都不加坦度 就一技能能加个盾 这个盾的厚度啊 跟张飞那个二技能的盾差不多 但人家张飞是群体加盾 所以坦度上流善一点也不弱 流善说是一个应付 其实前期的坦度可能跟软斧差不多 第二点就是他的大招 流善的这个大招 一个纯伤害技能 竟然给到一个辅助身上 我真的很不理解 我出的可是全肉啊 明晚也没带穿透 这个大招的设计就和流善坦克的定位 严重重突 人家辅助同行的大招 要么就是群体控制 要么就是非常强力的奶 要么就是东皇大桥这样的 功能性特别强的 流善的大招跟他奶奶的开玩笑一样 打团的时候一丢有伤害 然后告诉你 你开大的时候减普攻 还会有50%的减速哦 我只能说 6 人家苏列一个大 又群体击飞 还伤害爆炸 要是大5个输出比C位都高 不仅自己控制部署流善 还自带两条命 张飞喷个大 全体晕眩 自己还加个贼后的盾 太以大招复活队友 我就不一个个举例了 流善大招除了能要来推塔 和后期欺负一下对面落单的C位 最后还得是顺风局才行 逆风局人家C位摸你一下 你就得回家 你说这大招还有啥用 势军力敌的对局里 流善就有两个技能 还有一点就是没有位移 探不了草 张飞要是探草探到人 一个儿就出来了 牛魔缩裂卢大同理 像流善就非常尴尬了 一进草 完了有人 被一顿减速 直接出不来 当然同样惨的还有钟馗 说这么多 也不是想吐槽这个英雄有多么弱 虽然确实是有点弱 紧张局里辅助胜率倒数的一 说这些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去理解 流善的定位 它其实是一个功能型的辅助 前期没那么六 中后期不能探草 优点在于控制和推塔 所以配合特定的阵容会非常好用 比如说搭配米莱迪亚古多 老夫子之类的英雄 能够实现无B线推塔 非常恶心 或者说拿出来克制对面的英雄 比如对面拿猴子 老夫子 司马仪之类贴脸打伤害的英雄 夹子就非常恶心他们 前期流善也不强 基本上只能当当老六什么的 突然跑到对抗路去阴一波 或者在寿舍旁边的草里堆 等到他们打到关键时刻 二伞打控制 中期基本就是哪路的兵线 能推塔就往哪里去 前期要是能推塔推得顺 后面就好打了 如果说前期非常军事的话 那打团基本就站四位旁边就行 谁上就控谁 不能站太前扛 因为容易被留 感觉能打就二伞开团 后期的话思路跟中期基本一致 打团非常依赖闪现 还有就是现在的峡谷 有话题的英雄太多了 这也很限制流善的强度 虽然流善并不强势吧 但我还是非常喜欢玩的 主要就是觉得能把对面空到死 以及夹对面塔的时候非常爽 可能我骨子里就带点变态的基因 估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所以喜欢流善这个英雄的玩家 还是很多的 后续有好的素材的话 我也继续说流善的视频的 也有可能这个月拿个流善鸟标 有可能啊 本来这一视频是要好好讲讲流善的实战 说着说着就感觉输过头了 就这样吧 算是水利期视频 但总比脱哥要好吧 你们说是不是